年轻母亲带患儿千里求医 省级医院蒙面人入室行窃 一段模糊的录像 三个可疑的男子 疯狂作案数起 警方能否将其绳之以法 凌晨倒影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家住青海省玉树市的班女时 不久前自己的儿子突然患病 在老家玉树治疗了很久 一直都没有好转的迹象 晚班无奈 班女士决定带着孩子 前往省城西宁某医院求医 2018年1月9日 是班女士和孩子 到达西宁的第一天 周车老顿 她和生病的孩子都十分疲惫 在给孩子办理了入院手续之后 母子二人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准备休息了 因为要照顾年幼生病的小孩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 这个班某已经筋疲力尽了 她在晚上11点的时候 已经入睡了 第二天天快亮时 班女士从睡梦中醒来 正当她起床准备去上厕所时 却发现病房门口有一个黑色的包 她觉得这个包看着有些眼熟 拿起来一看 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包 班女士联盟打开手提包 发现包内已经空空如也 她带来的一万元现金和手机 不翼而飞 这时刚好经过了一名护士 然后这个班女士就求助这名护士 要求护士报警 接警后 青海省西宁市公安局 城东分局大众接派出所 派出警力 在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 展开调查 我们赶到现场之后 班女士当时非常焦虑 神色也很慌张 对班母进行一个心理出导之后 等施主班母心情平息之后 我们就对这个被盗的这个细节 展开了一个调查 据班女士回忆 被盗的手提包一直放在自己的脚边 病房内都是生病的孩子和陪护的家长 在睡梦中 她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人来过病房 班母称自己一开始并不知道 自己的黑色手提包已经财务被盗 只知道自己上厕所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的手提包 被人放在了病房门口 身心疲惫的班女士 对案发当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无法向警方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警方了解到 这家医院在夜间有夜班护士定时查房 联想到班女士在发现手提包 被盗几秒钟后 这家医院的护士就及时赶到 警方认为 这名值班护士应该是觉察到了一些异常 对这个值班护士进行一个走房调查 因为值班护士在晚上一直都在值夜班 在我们对这个值班护士进行调查的时候 值班护士也称自己在值班期间并没有发现 有可疑的人员出入这个楼层内 原来这名护士只是例行查房 恰巧经过这里 碰到了出门上厕所的班女士 据她回忆 案发当晚 她也没发现住院部来过什么可疑人员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警方注意到 这家医院在每一层病房通道都安装了监控设备 决定调取案发当晚的监控录像 当时我们在监控里发现在凌晨四点左右 有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是一名二岁左右的年轻男子 戴口罩身高不高 身材较瘦 从医者看 这名男子并非该医院的医护人员 凌晨四点在走廊闲逛 警方立刻对这名男子产生了怀疑 在楼道内四处张望 一会儿到这个病房看一下 一会儿又到斜对面的病房看一下 在监控中 该男子表现得异常小心 时不时地向楼梯口张望 走路的时候 捏手捏脚 在这段监控里 这名男子先后窥探了三间病房 直到走入监控的盲区 在整个过程中 该男子都没有摘下面部的口罩 可能它是一个罐头 对于一个罐头 可能平时 或者是之前在盗窃 实施下盗窃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 戴上口罩之后 为了就是不让别人辨认出来它 就到一个隐藏的目的 这名男子虽然形迹可疑 但是始终没有进入病房 他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 警方继续查看监控视频 在下一段监控视频中发现 这名男子在几分钟后再次出现 这一次 他静止走向了班女士的病房 轻轻推开了门 就在警方以为 他们找到了嫌疑人作案的证据时 监控里 那名男子却突然从病房门口跑开了 估计是当时这名刑迹可疑的男子 听到了什么响动 所以逃离了现场 虽然在这两段视频中 这名男子都没有实施作案 但是从他的刑迹来看 警方认为 这起案件很有可能就是此人所为 他们重点排成 有这名男子出现的画面 终于有所发现 没过多久 这名男子又一次出现在监控视频当中 这一次 他直接进入了班女士的病房 这名嫌疑人 从施主班拉的病房内 盗窃出一个女性背包 然后这名男子将背包带到了监控死角 从这名男子进入病房 到得手后出来 前后用时不到一分钟 但是 接下来的监控画面中 这名男子竟然去而复返 想要再次进入班女士的病房 当时我们也觉得很意外 不知道他的这种行为 具体是在干什么 对于嫌疑人来说 多一次出入案发现场 就多了一分被发现的危险 那么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铤而走险 在盗窃得手后 二次返回案发现场呢 经过反复查看这段视频 警方发现 这名男子在病房门口张望时 留下了班女士的手提包 大概过了有五分钟左右 这名男子再次将背包 送到了施主班拉的病房门口 在对班女士的询问中 警方得知 他的包中除了现金和手机外 没有其他值钱的东西 但是对班女士来说 包里还有一样不值钱 却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的包里除了有大量的现金 手机之外 还有他 还有他生病小孩的病历 警方分析 嫌疑人应该是看到这些病历 才决定把包归还给班女士 但是被他偷走的一万块钱 已经是班女士一家人 全部的积蓄 丢了这笔钱 孩子的医药费彻底没了着落 因为犯罪嫌疑人面戴口罩 所以我们未能对他的面目特征 进行掌握 案情分析会上 专案组认为 虽然嫌疑人全程戴着口罩 但是只要他在西明城有落脚点 警方就能锁定他的行踪 将其抓捕归案 扩大调取监控范围的时候 我们发现嫌疑人在 嫌疑人在进入发案区域时 十分警惕 我们的楼道 电梯等等一些医院的监控 都没能照到这名男子 警方在调取了大量监控视频 进行排查后 发现竟然只有一处监控探头 拍到了嫌疑人 其他的监控 都没有捕捉到嫌疑人的身影 一连数天 专案组手头 可以称为有价值的线索 还是只有最初的那段视频 在经过前 线索逐渐变少 甚至变得就是没有了线索 案件就此陷入了僵局 专案组只能选择最原始的方式 寻找破案线索 警方在医院里开展走访调查 想通过医护人员或患者了解 在案发时间段内 是否有可疑人员来过这家医院 在和同事们今天探讨的时候 我们突然想起来 在这个17年的12月份 还接到了一起儿童医院的报警 同样的也是财务被盗 这起案件的事主姓杨 是西宁本地人 2017年12月份 他的儿子突然患病 被送往这家儿童医院 接受治疗 杨先生因为工作原因 没时间去医院 一开始是他的妻子照顾儿子 不料没过多久 他的妻子也生病住院了 杨先生不得不放下工作 照顾患病的妻儿 这难免让他心力憔悴 12月份的西宁 气温很低 突发流感的孩子很多 医院里也人满为患 杨先生的妻子和孩子 不得不及在同一张病床上 接受治疗 我媳妇陪孩子去一张床 然后整个病房三个病床 然后都有家人陪货 但是我那边毕竟就说 里面都住满了 空气也不好 小孩也休息不好 那我就出来睡在外面 每一晚睡在走廊里 杨先生不敢睡得很死 也不会把财物放在明显的地方 不是压在身体下面 就是放在被子里 可是 在12月17号这天早晨 杨先生醒来后 发现 放在被子下面的手机和钱包 都不见了 文讯赶来的民警 调取了医院的监控视频 但是因为角度的原因 并没有拍摄到 嫌疑人作案的画面 当时的这个 受限监控 只能照到这个 施主杨先生的头部 但是没办法照到这个 杨先生 当时这个 财物被盗时的 这个整个画面 在这起案件当中 警方虽然没有直接获取到 犯罪嫌疑人 实时作案的监控画面 但是在医院电梯间的 监控视频中 警方曾经发现了一个 很有价值的线索 有三个可疑男子的身影出现 我们当时怀疑 这个三位男子 有可能就是盗窃 杨某财物的嫌疑人 因为技术原因 这处监控探头拍下的画面 都是布满雪花的 这导致警方难以识别 画面中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但是通过对三人动作的 分析研判 警方认为 这三人正在电梯里分赃 在视频中 三人所分的财物 也非常的不清楚 即使连受害人 也不能分辨出 是否是自己的财物 苦于缺乏破案线索 警方一直没能 侦破这起案件 当班女士被盗案件发生后 专案组认为 这两起案件 有很多共同点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 三名男子中的一名男子 与班某被盗案的犯罪嫌疑人 会为相似 通过视频比对 警方发现 电梯中的一名男子 在这两段视频中 身材接近 发型相同 这两起案件 会是同一伙人所为吗 而且经过时间上的弄证 发现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 基本吻合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想着病案处理 作案手法相同 侵害目标相似 唯一的不同点 就是作案人数不同 在经过充分论证之后 专案组决定 将这两起案件 创并侦查 警方接连走访多家商铺 并对店铺内视频进行调取 却始终一无所获 前往周边的商铺内进行询问 但是当时也是 并没有得到任何有利的信息 就在警方努力寻找破案线索时 1月14号 夫女儿童医院又发生一起财务被盗案 加上之前的两起案件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盗贼频繁作案三起 这给警方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就在我们组织警力 对这个班某财务被盗案 进行权力侦破事 我们又接到一些警情 同样是在儿童医院 发生了一起财务被盗案 当第三起案件发生时 民警注意到 市主李先生的病房门口 正对着一枚监控探头 当时这一现场的监控条件非常好 警方当即调取了这处监控视频 结果有了重大发现 而与以往的案件不同 这次视频中 嫌疑人全程都没有戴口罩 这一段视频对我们来说 印象深刻 因为我们也终于看清了 犯罪嫌疑人的脸部特征 为之后的工作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班女士那起案件相似 嫌疑人也是悄悄溜进病房 当他走出病房的时候 手里多了一件大衣 得手之后 他并没有急于翻简财物 而是直接跑向监控的盲区 警方又调取了楼梯口的监控视频 结果发现了这伙嫌疑人 分赃的全部过程 嫌疑人将这个包人的衣服 从病房内拿出来后 将里面的一个钱包掏出 并交给了自己身旁的两个伙伴 在这段监控中 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相貌 都清晰可见 警方乘胜追击 在医院大门口的监控 也发现了他们的身影 他们三人从儿童运镇门 于光而出 从而我们截获了当时的 视频图像资料 我们从这个监控中发现 这三名可疑男子 离开医院之后 拐进了一条巷子 案发后的第二天 警方在这条巷子附近 开展走访 当走访到一名出租车司机时 对方提供了一条 极为重要的线索 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们 案发当天晚上 确实有三名男子 搭乘他的出租车 并且去往了 这个西宁市城中区附近 三名犯罪嫌疑人 搭乘出租车前往的地点 就在城中区民主街附近 城中区是西宁市的老城区 地形比较复杂 这无疑给警方排查 嫌疑人带来了难度 警方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 推断这三名犯罪嫌疑人 下一步会将盗窃的手机 进行销赃 新市城中区民主街 有一个二手手机的集散市场 是各种二手手机的集散地 通过这一信息 我们认为三名嫌疑人 很有可能在民主街附近过夜 警方对民主街周围的旅店 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 但却没有发现这三名 嫌疑人的住店记录 如果这三个人不去住店 那么他们又会选择在哪里过夜呢 发现这三名男子 从这个外观上来看 都是年纪不大 在二十多岁左右 我们就猜想 甚至今年的这三名男子 平时都会去往何处 经过分析了解 认为这个年纪不大的这三名男子 最有可能缺的地方 是一些娱乐场所 例如网吧 民警所说的娱乐场所 指的是民主街附近的 那些酒吧和网吧 警方又将排查的范围 扩大到这些场所 功夫不负有心人 警方终于锁定了 三名犯罪嫌疑人中的一人 当我们走访到群中 群毛网吧时 一名网管 辞任出了三名嫌疑人中的 一名男子 马某 称他们是老乡 经常看到这名男子 在网吧内上网 通过这名网管的辨认 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马某 但是 马某已经很久没来上网了 据网管回忆 马某上网打游戏的因很大 根据这个特点 警方发出协查通报 要求所有网吧 密切注意 符合马某特征的 科医人员 2018年1月17日 我所得到一条信息 陈犯罪嫌疑马某 在新宁市城中区民主街 一网吧内上网 在得到这条消息后 警方火速赶往这家网吧 到达现场后 果然发现马某 正在该网吧上网 案中观察之后 警方发现马某并不是一个人 身边似乎还有同伙 因此 专案组决定暂缓对马某实施抓捕 赶到现场之后发现马某与林座男子相谈甚欢 于是我们怀疑林座这名男子是否也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我们对马某周边的上网人员进行了甄别 发现其中一名年轻男子 与视频中出现的嫌疑人非常相像 但是我们并没能找到第三名嫌疑人的踪迹 三名犯罪嫌疑人 有两人到场 专案组领导需要马上做出决断 是否立即开展抓捕 先抓两人 意味着抓捕第三人的难度会成倍增加 可是如果放任这两名嫌疑人离开 警方也许会错过一次绝佳的抓捕时机 在我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动手后 发现并没有第三人来找这两名嫌疑人 同时这两名嫌疑人准备离开 眼看情况有变 专案组领导果断下达命令 对这两名嫌疑人实时抓捕 抓捕民警在第一时间 将两名嫌疑人牢牢控制住 没有给他们任何联系同伙的机会 我们便将这个该男子 以及这个嫌疑人妈某同时抓获 并带回了我们公安机关 经审讯 两名犯罪嫌疑人对自己参与并实施盗窃 医院患者财务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会 几次盗窃所得的赃款 他们只分得了很少的一部分 大部分财务都在第三名犯罪嫌疑人手里 这些钱都是患者用来治病的救命钱 警方迫切想要将其抓捕归案 尽可能为市主挽回一部分经济损失 因为嫌疑人晚抓获一天 家属的财务就有可能被挥霍于空 但事与愿违 这三名嫌疑人的戒心都很重 即使面对朝夕相处的同伙 也没有留下彼此的真实姓名 民警注意到 在逃的第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绰号 与青海省某县的名称相似 开始怀疑 这个人是否就来自那里 警方迅速和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 并将这名嫌疑人的相关信息 传给对方 很快我们落实到了犯罪嫌疑人 韩某的身份信息 随即对其进行了抓捕 令人遗憾的是 几名嫌疑人已将盗窃所得的财物挥霍 这让专案组感到有些遗憾 我认为这就是典型的流浪青年作案 他们在行为谋事上表现的 常常表现的是挥霍无度 以及有一定的良知存在 案件告破之后 虽然赃物赃款已经被犯罪嫌疑人 变卖挥霍 但是警方认真负责的办案态度 还是得到了事主的认可 在这起系列案件中 外出就医的患者 因为随身携带大量现金 成为不法之徒觊觎的目标 针对这类情况 警方根据多年办案的经验 给出了一些建议 尽可能少带这个 大量现金和规律物品 不能给犯罪认识的可乘之计 如果你必须要携带 咱们的现金啊 银行卡啊 或者是这些其他的物品的话 尽量把这个包放到咱们的胸前 胸前的话 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通过这几起案件 医院方面也发现在 安保方面存在漏洞 迅速制定整改方案 增加监控设备数量 加强夜间巡逻力度 积极配合警方工作 尽可能给患者营造一个 安全的就医环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